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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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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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教大家一个推附的方法 然后我们讲究的是一个皮身胃降 我们中间这一块是咱们的蜜筋 然后这边劈 然后这样子的手法 推胃 用我们的大脚鱼剂 稍微用一点劲往下推 从这边用我们的掌心往上走 一定要推到酸胀的地方 酸胀的地方 然后每天这样子做15分钟 一个月之后 我们的气色和面色 还有胃口都会变得很好 看着面前这位面容俊俏 又带有一身英气的小姑娘 你能把她和中医师联想到一起吗 她就是贵州省第三批 得到认证的确有专长医师 何松怡 何松怡出生于中医世家 自由受家庭心逃 贵州省明老中医何秀荣 既是她的老师 又是她的姑妈 在她的亲历传授下 何松怡继承了很多家传的特色疗法 这个就是我们何氏传承下来的 已经传承了五代的这个薰罐 然后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我爷爷 就是这样一代一代 我姑妈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的 现在相当于传家宝了 薰蒸疗法利用药物蒸发的气体 薰蒸身体 以达到致病的效果 而何氏薰罐 就是薰蒸疗法的一种 每个薰罐上装有五颗药蛋 从何松怡的祖辈到她这一代 家族流传下来的药蛋方子 一共有12张 根据不同的病人患者 根据他不同的症状 去配五相应的中药 给他做成这个药蛋去治疗 所以能做到每个患者 就都是一人一方 它也是一种外治的 变成失治的方法 薰罐看起来像是爱酒 但与爱酒完全不同 当特制的草药被点燃后 烟雾随即产生 与一般的烟雾不同 薰罐散发的烟雾 不会随风飘散 而是能够沿着经脉 停留在患者的病造部位 这个现象 虽然难以用现代科学来解释 但可以从中医药的 硅精作用来理解 中医认为 每个药物对脏腑经络 都有一定的选择 按照其性味入归相应的经脉 通过药物作用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 达到致病效果 薰罐疗法所选用的中药材 大部分都具有明确的硅精作用 当药物燃烧产生烟雾后 其中的活性成分 会沿着相应的经络运行 直达病造部位 针对我们的疼痛 然后还有一些气血上的问题 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薰蒸疗法 属于中医常用的外职方法之一 借助药理和热理 直接作用于锁薰部位 达到温通血脉 去毒杀菌 消肿止痛的目的 在继承薰罐的同时 何松仪也继承了家传的 和氏针法 在给患者治疗面瘫的过程中 他有了新的发现 治疗的过程中不仅面谈好了 然后他的法令纹 然后整个皮肤的状态 然后还有很多细小的皱纹 它都全部消失掉了 于是他将和氏针灸 与薰罐疗法相结合 内调外痒 移痒为本 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关注 由泪而外 然后配合我们这个药薰 去补一气血 达到一种很自然的状态 咱们的脸部 更加的紧致 更加的饱满 今天我们这个是 种的结设 但是啊 传承的能带的训练 也关注到了敏感艺术 个特点美的 希望感到个传统信念 可以一讲的传承的阿基 因为这位给我们带来 监督的结果 麻烦 在顺境中 等待你用爱指明方向 媳妇 我爱你 老姨 我爱你 在逆境中 等待你用爱点亮希望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爱是真的有最纯真 最初的那个模样 因为你 我现在我的世界 变得春暖花开 每一个平凡人的背后 都有一段 真善美的励志故事 都市情缘终于等到你 温暖呈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放心 绿台双低压榨菜籽油 长康绿台大米 只选用新鲜的大米 天赐美食 粒粒新鲜 长康绿台大米 新鲜的大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下期的分享 各位是真正播出的提报动作 我是阿姨 最近有一个话题 中国人平均每秒喝掉 676杯奶茶的话题 从上了微博来说 也引发了来说 Lennie有网有缘 喜欢加 以你最少加一杯 也有另外 需要感恩跟您是越来越多 下来咋可以处反性情 令人性情愉悦 虽然来咋可以让大家 心情变得上 但是我还是有提醒来看 下来咋不得有私利 我家更方法 最近呢 杭州就一位初中生 女杀士 为了加一个各种奶咋 结果恰情的意愿 杭州女生小柳 今年13岁 是一名初二学生 她非常爱喝奶茶 把她当作学习时的提神利器 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喝上一杯 但最近她的牙齿变得坑坑洼洼 又黄又黑 家人赶紧带她到市医医院 口腔科就诊 医生检查发现 小柳的整口牙都变得很脆弱 轻轻一碰就脱落下来 其中12颗牙齿还存在严重的取齿现象 我们一些本身不太容易取坏的位置 像我们的牙根的这个位置 都已经那个痛况了 然后有些已经形成了这个取动 进一步问诊后 医生认为这和小柳长期喝奶茶有关 奶茶都选得三分糖不甜的 怎么会引起取齿呢 小柳妈妈百思不得其解 医生解释 很多人认为奶茶就是奶和茶 但其实哪怕是三分糖或少少糖 也含有大量看不见的糖分 此外奶茶引起牙齿酸食症 和大家喝奶茶的方式也有一定关系 多一口多一口 那么一杯奶茶 可能等它喝完的话 已经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那么我们的口腔就长时间的 在这个酸甜的环境当中 一般的话一杯奶茶或者一瓶饮料 可能在10 15分钟左右吧 就给它就喝完了 然后喝完以后呢 用清水能够收下口啊 医生表示近年来门诊中碰到不少 牙齿酸食症的青少年患者 大部分都有频繁食用酸性饮料 和高含糖饮料的习惯 医生建议要尽量避免高频率 进食酸甜性饮食 如果酸食症已经引起牙齿敏感 取齿 牙髓炎等情况 应尽早就医 每年一杯奶茶 可能上去习中甜蜜的享受 实际可能安装起很高的饮品 希望大家有了解清楚 奶茶对身体有些危害 能更加理性的对待奶茶的消费 选择更起很高的饮品 更生活方式 好 我们问一个话题 现在大家都轻松困点脑晚休息 早上打开眼枪 到晚上很高 比上眼枪 用眼镜还是慢带的 所以有些朋友轻松为身上 带一品子眼药水 但是那个眼枪 射热用口眼药水 能选不选得的 因为你的急事 能理由改不利 好 我们第二个 一生训练 一方面眼睛干色 第二是不愿意见强光 不愿意睁眼 看电子产品 眼睛不可能干 难受 街坊李先生表示 他的眼睛是在今年年初 开始感到不适 起初以为是眼疲劳 没有想到用了眼药水之后 反而愈发严重 到今年六月份 去医院检查后 才发现是患上了肝眼症 对此由医生表示 在发现眼睛不舒服的时候 请勿自行前往药房 购买药水 最好是先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 如果出现不舒服 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做检查 那由医生来判断是炎症引起的 还是什么眼病引起的 还是疲劳引起的 然后从而再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看使用哪种药水 医生介绍 炎药水可分为抗真菌类炎药水 散酮类炎药水 治疗类炎药水等不同的种类 而大家对于炎药水 还存在着比较大的误区 例如低炎药水是否可以治疗近视 很多人都是一枝半简 那我们眼药水呢 是不能治近视的 不能够治疗真性近视的 应该说 因为呢我们的近视 大部分都是轴性近视 那轴性近视呢 就是眼球的前后镜增长了 大家看这是眼球的前面 这是眼球的后面 就是说这个前后镜 比正常要增长了 那增长了以后呢 那我们不管你滴什么药水 都没有办法再把它滴短 所以说呢是不能够治疗近视 但是我们有一些眼药水 它能够帮助缓解 近视度数的加深 就是说它可能够 让近视度数加深的慢一点 那各位街坊 在滴眼药水的时候 又有什么需要 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我们建议呢 是拉开我们的下眼颜 然后眼球向上看 我们把这个眼药水 滴在我们的结膜囊里面 这样滴进去 那有很多人呢 是直接滴在眼球 这个黑眼球上面 那滴在眼球上面 实际是滴在这个位置 那这是我们的角膜 那角膜呢 它是富含有丰富的神经末梢 是我们三叉神经的末梢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那直接滴在上面 就会 人就会觉得比较刺激 那我们滴在结膜囊里 可能会感觉会更好一点 更容易接受 好 接下来 我喜欢给大家的一个 老亲去存外 估计大家要这样 就是把大象放进冰箱 需要几步 好多朋友们考过一个学饼 都学的单软系系列 但是我们竟然要思考的是 一个心理和个知识 跟我们浪洋科夫思维方式 突破思维和讲 大家好 我是青少年心理主义师 杨李章华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有趣的心理学知识 先考大家一个老金极转弯 把大象放到冰箱里面 需要几步呢 如果玩过这个梗的伙伴都知道 需要三步 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 第二步把大象放进去 第三步把门关上 而如果你跟一个 没有听过这个梗的伙伴 你去跟他讲 正确的暗示这个的时候 他可能第一反应是 就这样 第二反应可能他会和你杠 他会说 怎么可能嘛 那个大象那么大 冰箱那么小 怎么可能会放得进去呢 他如果不愿意进去 力量那么大 你怎么可以把它放进去了 等等 他可以提出千百个理由 来反驳你 这不是步骤问题 是不可能的问题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这背后恰好有一个 心理学的思维限定在这里面 很多时候 我们在面对一些困难 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都很容易陷入到 这样的一个思维 就是做不到 做不到 我们总是认为 我们的思维是一种非常理性 非常理智的思维 我们是通过收集各种各样的证据 然后呢 来分析这个事情能不能做成 如何做成等等 但实际上我想告诉大家 在绝大部分的时候 你和我 我们的思维都是一种 先动屁股 后动脑袋的思维 我们先给自己下一个结论 然后呢 为这个结论去寻找 各种各样的理由 证据来支持 如果我认为 我注定是个学渣 我的学习是不可能学好的 我的大脑就会告诉我 因为你的智商很低 因为你的家庭条件不好 你的父母没办法给你补课 你读的这个学得很难 所以我学不好 这是必然的 这是应该的 我之所以 没有办法去获得对方的爱 是因为我长得太丑了 我没钱 我没有能力等等 只要我脑袋里面产生了 我不可能做到的 我的大脑就会变得非常地聪明 它会给我找各种各样的证据和理由 但是一旦我的大脑越过了这个问题 或者说我的大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我可以做到 但是如何做到的时候 你的思维方式就会完全不同 比如说以大象放进冰箱为例 你不是说这个大象太大 冰箱太小了 那我可不可以定制一个巨大的冰箱 像这个房间一样大的冰箱 我可不可以放一个小象 甚至于一个模型 一个玩偶的大象放在冰箱里面呢 你看 当我大脑默认地认为 这个事情是可以做到的时候 我的大脑它就会自然然地 帮助我去想如何做到 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对于这个世界 个体最难以克服 也最可怕的一种局限性的思维 就是我做不到 这种的话 它会迅速地启动我们的杠金思维 就是它会不断地和自己抬杠 我做不到是因为怎样怎样的 你说做可以做到 我就告诉你就是做不到 所以各位 这个脑筋急转弯提醒我们 你要想让你自己的人生 过得更加的自在 你要想让自己变得更好 你要想让自己取得更多的成功的话 你首先需要突破的一个思维陷阱 就是我做不到 你需要把它升级到如何做到 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说 当你的思维在做不到的时候 你的大脑 这颗聪明的大脑 它会去给它寻找足够的理由 那论证 为什么做到 而如果你进入到 如何做到的时候 你的大脑 它会更加聪明地去帮你寻找各种方案 你千万别忘了 我们作为这颗星球最聪明的物种 我们内在的潜力 我们内在的能量 它远超过你的想象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把简单的问题可操作化 把可操作的问题执行化 是我们去突破自己人身限制的 最重要的逻辑 有想突破思维案讲 其实也不难 这需要简单的三个问题 那复杂个问题简单的法 第二 把简单的问题可操作法 三 把可操作个问题执行法 那做不到转变为弄用做到 如果那种狗的狗狗在身份中 您作误分析的浪用来 不容易 因论何改 秋阳暖清空 秋井最邀人 最近在北京到外景景 malf稳已经进入了最咸观赏期 今天我们sq 节目就带大家代表 以及发映了个风落士 还有能发展随 desired 得赢得最美的秋井 又是一年登高赏景时 沿登山线路上山 记者看到 洪楼山上的元宝峰 黄炉 座树等彩叶林已经变色 或深或浅的红黄色调 为大山披上了色彩斑斓的晚衣 天朗气清 游客们拍照打卡 感受着美丽秋色 山脚下的青龙山观景步道 十里绿色长廊等 头部赏景路线也以秋意浓浓 或漫步临间或乘华道 穿梭于彩叶山谷 树树接秋色的美景 吸引着游客徜徉其中 作为红罗斯赏秋网红打卡地 大雄宝殿前的千年雌雄银杏 变色率已达50% 金黄的银杏叶与雄伟的建筑 相衣相衬 即将迎来披荆斩益 翩翩起舞的高光时刻 我们也是慕名而来的 然后都说红罗斯 然后这个银杏挺出名的 然后现在这个秋天这个季节 也是正好是赏银杏的季节 尤其配着这个红色的 古的这个古寺古庙 这个景色结合起来 就觉得特别好看 颜色比较饱满 景区负责人介绍 如无特殊天气影响 红罗斯景区最佳赏叶期 将持续至11月中旬左右 走进黄花城水长城景区 漫山遍野的树木植被 变色率已达80% 彩叶缤纷的秋景 让这里迎来了深秋最美的时刻 五彩斑斓的树叶 或倒映在碧绿的浩明湖水中 或映衬着古老的长城砖墙 或成为山间木栈道拐角处的惊喜 游客们上秋景登长城拍美照 沉醉在浓浓秋意志中 眼下水长城景区秋色已渐入佳境 预计最佳观赏期 将持续至11月初 哎呀 港湖景色真的是却散 我将为持续到11月中心左右 乘的国家风景呢 还是大家就试试 就接一等吧 最近呢 红秋的天气啊 真的是蛮舒服 规法比较凶 所以这个规法一概呀 这个制作 规法弄奖的松架 它就开始某个打带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 就见到这个规法弄奖的 废异设人人 结果人呀 规法弄奖 这是浪漾制作的 桂花弄奖的茶叶 那你要选银桂 桂花红茶的桂花 那你要选单桂 采桂花我们一般选在5点到7点 有一点点露水的时候 它这个桂花是有灵魂的 是有就是很鲜活的那种感觉 要选20年以上的 或者是15年以上的那种老桂花 那它的香味 它的厚度又不一样的 就下一步 我们把它这个杂志挑好之后 我们放到银干处把它银干 那么银干之后呢 把茶叶和桂花拌合在一起 比例是不是也很重要 这个比例相当的重要 对外的说法 我们是就是100斤茶叶 我们20斤桂花 我们再一层一层地 放到我们的石灰缸里面 怎么去品鉴一杯好的桂花茶呢 色香味型首先要闻一下 它这个香味有没有露茶 那么在喝的当中 就是在味籍里 味脸里面 它会感受得到你的桂花的 就我们世代呢都是茶农 然后呢 从小父亲就带着我们 在做花茶 酒起红莓啊 西湖龙井的 学校毕业之后呢 回来 这回来干嘛呢 就想把这个家里的茶叶 怎么做好 把我们家的桂花龙井 这个技艺啊 怎么传承下去 那么让我们的这个桂花龙井 跟杭州的西湖龙井 一样的把它推广出去 给予备图这个茶叶 融合了规发的芬芳 跟龙井的存在 希望大家一要有机会 到了当地都会送到 各个规发龙井 关系各份图的个茶香韵味 好 接下来是都市电点 老前观的外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节目 更不更精彩 鸟轻轻唱 天边虚日一方凉 传说万上岗 一山脚下 行驰声望 万一有凉 祖先回响 五彩下光 云辉煌 灿烂的香肆吧 今天要个表演 就是两个字 下课 不但是我们管得开心 我讲你们还多年了 身体真高的才你 真的是任不住 要鼠起来拇指 为你们点赞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头晕 头痛 胸闷气短 要注意 哄泻不清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 哄泻不足 引发头晕 头痛 胸闷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清洗 清洗八味片 专要清烘血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清洗八味片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黏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端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洗八味片 专要清烘血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梦奇药业 最近几年啊 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 越来越少出门了 他们说 忙活了大半辈子 总算闲下来了 本该享福了 可是 腰疼 腿疼 腰息酸痛 腰这肩盘 又出了问题 不敢走 也不敢动 一动啊 腰就带着腿痛 还反反复复 多遗憾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输筋剑腰丸 传承陈离记 四百年治药精髓 强筋骨 虚疼痛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对症 腰腿精髓 腿疼细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离记 熬夜加班 加冠 加东宝 火锅加辣 加冠 加东宝 比赛加油 加冠 加东宝 怕上火 喝加东宝 好 好了 今天的节目 由更代表再见了 关系美丽亚文件本 纯典付钱又成功 百分之百 纯芝麻油 特有博士国提报通告 明天这个节目 今天进来 老师跟索尼共享受到 开心拐乐 肯提报 明天再见 拜拜 南宁的秋天在哪里呢 我帮你找到了 就在广西药用植物园里 看这些 哇 一大片金彩彩的花园 在山草区 阳光下各种花草 像是镀上了金黄特效 随风摇摆 给整个园区 平添了一份温暖 大家仔细辨别 就会发现 有些花草并不陌生